当过高高在上的皇帝,也沦为过拘押受审的囚犯,晚年就连回家都要买门票才能进。 这个男人的一生堪称传奇,三岁被逼上皇位,却一直被人利用,到此也没能为家族延续香火。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的末代皇帝,爱新觉罗,溥仪。 1908年,光绪皇帝病重,由于他没有生下子嗣,而他的弟弟宰丰已经被封为纯亲王, 所以只能让年仅三岁且拥有皇室血脉的溥仪当皇帝,慈禧下令把溥仪带到皇宫。 而这时,谁的心里都清楚,清朝已经走到了末路,溥仪这一去就只剩死路一条了。 1911年,辛亥革命爆发,第二年2月12日,偌大的紫禁城里,玉龙太后替六岁的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, 清朝的统治彻底结束,而溥仪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。 虽然清朝不复存在,但溥仪仍然是这座紫禁城的主人,同时也享有皇帝的待遇。 另外,民国政府每年还要给他四百万的生活费,这个数字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。 除了这些,紫禁城里还有一千多名太监和宫女,以及众多的嫔妃。 这些人共同服侍着溥仪,所以他除了不能统一天下,其他的生活都照常继续,专属的皇帝教育自然也没有落下。 众依在接受教育,其实就是为了复辟,虽然自己对清朝没有什么感情,但从小生活在紫禁城内,接受着复辟思想的灌输。 他只当他是个任务,但自始至终,他都没有想明白皇帝意味着什么。 1917年6月,前卿宜臣张勋,率领四千多名定武军闯入京城,发动了丁寺复辟,把总统府的黎元洪赶下台。 年仅12岁的溥仪又坐上了轮椅,分封群臣。 可没过多久,段祺瑞出兵讨伐,被他的军队击败后,溥仪第二次被迫退位,期间还被一架飞机投下炸弹轰炸过。 这不仅是紫禁城第一次遭受袭击,更是东亚第一次受到空袭轰炸,很多建筑都受到轻度的损坏。 末代皇帝的命运有多惨,生下来就任凭他人摆弄自己的命运,甚至最后还没有为家族留下一男伴女。 1919年,王士敦来到了紫禁城,他负责教导溥一英语、数学、世界诗等学科。 溥仪由此大开眼界,于是他剪掉了辫子,穿上了西装,对海洋彼岸的生活更加向往,不过可惜的是,他没有如愿以偿。 内务府一直做着复辟的大梦,同时里面还有太监一直在变卖他的财宝。 1923年,溥仪从庄士敦那里得知消息后,就提出清点珍宝的要求,结果当天夜里城内就起了一场大火,被烧的正是专门存放珍宝的宫殿。 可溥仪就算知道这是太监们的手笔,他也无可奈何,但最后他还是忍不住内心的愤怒,拿着枪就把城里的一千多名太监赶了出去。 也是这个时候,溥仪完成了大婚,娶了皇后婉容和妃子文秀,这时的溥仪仍然不知道自己应该是追求自由,还是实现复辟,不过很快就有人替他做出了决定。 1924年,冯玉祥闯入紫禁城,发动了政变,他现城里的人几小时之内必须离开皇宫,如果到时间不出来,他就用大炮轰炸紫禁城。 后来他才得知,这是冯玉祥逼他出宫的谎话,溥仪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,于是决定复辟。 他首先来到了日本公使馆,在他们的护送下来到了天津,之后就开始满清怡尘谋划复辟之路。 同时,日本各大报刊上都发表了同情溥仪的文章,为溥仪复辟制造了舆论。 同时溥仪也彻底没有了束缚,开始放飞自我,不仅开始穿外国衣饰,还带着一期一切出入各种场所。 租界内的外国人看在他的身份上,对他保持一定的尊敬。 可一旦溥仪需要真正的帮助时,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。 就在这时,日本提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条件,他们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,并让溥仪来当这个国家的皇帝。 溥仪立马同意了一切条件,头也不回地去了东北。 直到1931年9月18日,东北爆发918事变,溥仪才成为了维满洲国的傀儡皇帝。 自以为可以执掌天下,但其实从实至终都只是个傀儡。 溥仪表面是皇帝,但对于日本人来说,他只是一个外表更加光鲜的士兵,甚至还要认日本人作为自己的列祖列宗。 溥仪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,多次尝试摆脱关东军的控制,但始终未能如愿。 直到1945年,日本战败,溥仪再次颁布退位诏书,他被当作犯人送到了苏联的特别监狱。 不过毕竟他有一个皇帝的标签,所以依然能受到不同于其他战犯的特别待遇。 比如说每天有四顿饭,有下午茶,还有专有的医生和护士。 1946年8月,溥仪作为证人,出席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。 他一条一条地罗列日本人的暴行,宣泄着心中的不满,这时的他才拿出了帝王的威严。 四年后,溥仪回到中国,被送到了福顺战犯管理所,并开始了自己的拯救之路。 溥仪在刚进入监狱时,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,后来慢慢地就习惯了一切。 或许他真的懂得,任命才能够快速适应。 1959年,溥仪得到了特赦,之后先后担任了植物员和文史研究所的工作。 最终在1962年4月30日,溥仪迎娶了自己最后一任妻子,是一个名叫李舒贤的护士。 1963年5月2日,溥仪跟妻子起了个大早,一同前去故宫参观。 他们买上门票,穿过长长的检票通道,才来到这个曾经生长的家。 溥仪每到一个地方,都要跟妻子讲一讲当年发生过的事情。 语气平淡的,就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。 看着眼前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,补仪的心中一定也有很多感慨。 从高高在上的皇帝沦为阶下之囚,再到现在这个普通公民,他真的能接受这么大的转变吗? 以客人的身份回到生长的地方,这种转变,也许他真的能接受吧。 1967年,补仪因长期受尿毒症的折磨而病倒,当年十月份医治无效去世, 享年61岁,这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。 应该如何评价溥仪的确是一个问题,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衡量标准。 大家对溥仪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